大家好,我是钟晓杰 今天是伦敦时间的7月5号 我今天想做一个视频 说一个什么事情 我从巴黎回来以后 因为工作的鸭鸡压得太多 所以我这段时间都一直特别茫然 然后也没有录新的视频 从我6月中旬去巴黎以后 录的一个第一个视频 最近国内的互联网上 一直在就是爆炒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中金工作的一个女学霸 浙江大学的本硕 联读的一个女学霸 而且她是那个浙江大学 最顶尖的那个 竹可真学院毕业的学生 她上学期间还做过很多次的 那个海外的美国什么 还有欧洲的那种交换生 所以她不能算海归吧 但是在国外也是有游学的经历的 那么这么一个看起来 是一个妥妥的人生宁家 她的而且她照片也留出来了 挺漂亮的一个女生 94年的今年30岁整 我不太清楚她的生日 但是从她94年 今年30岁的 我估计她应该是属狗的 那所以今年是假成年 这个从八字命理上来说 实际上是一个 就是她犯太岁的一个年份 本身就是一个 因为今年这个假成年 对属龙还有属狗 这几个生肖的 就都不是很好 但是也不至于 因为属龙属狗的人 全世界多了去了 也不可能说 大家都在那亲生跳楼 对吧 所以她这个案例呢 肯定还是个例 那我也没有去管她的 什么生存八字 我也 我今天这一期不是讲命理的 我想讲一下什么呢 就是说 现在大部分的这个舆论 国内的舆论 都是在 集中在她这个 就是高学历 高颜值 高收入 三高的这么一个群体 在上海也算是 也算是叫什么 来领的上层阶级了 对吧 年薪她是60万嘛 网传的 然后她老公在 在一个保险公司工作 然后也是年薪60万 就是他们夫妻两口子 加起来年薪有120万 这个是税前工资 税后我估计可能 我不知道国内 交收入税是多少 但是税后怎么着 也得有个八九十万吧 我猜啊 但是就是说 现在国内就是的舆论 尤其是这种 国内社交媒体上 重点是 关注在哪个点上的 就是说 像他们这种人生宁家 又是妥妥的高学历学霸 对吧 然后又进了全中国 数一数二的顶级投行 这个中金 中国国益金融公司相当于是 比如说美国的什么 摩克斯坦尼啊 或者是高盛啊 就是类似的 它是非常老牌的一个投资银行 而且是 我记得它应该是有国资背景的 应该是有官方背景的 这么一个投资银行 反正就是说 它是一个金饭碗吧 国内的银行本身就是一个 很吃香的职业了 那么进了中金这种 投资银行的话 那更是金字塔尖上的金字塔尖 但是就是大家 现在国内的老百姓 不管是这个月薪三千的外卖 跑外卖的员也好 还是那个比如说 月薪一千的清洁工也好 还是现在身无分文 没有任何收入的 下岗的失业的 尤其那个广东沿海一带 大量的这个 做贸易的 对外贸易的这些工厂倒闭 然后很多人都失业嘛 对吧 找不到工作 那么对于这一拨人来说 他们就觉得很正常的是什么 就是说以前这些 比如说一薪三千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每天送十几二十 当然就马不停蹄的 一个月恨不能工作三十天的那种 而且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的 超负荷的工作 他才能够挣到钱 挣到比如说五千或者八千块钱 否则的话 光靠他那点底薪的话 按照正常的 每天工作八个小时的话 他可能只能挣到三千块钱 那养家户口都不够 这扯到题外话了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群体 会对这个中金这个女的 跳楼自杀 会感到非常的震惊呢 是因为他们之前 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底层群体 失业的 还有拿非常低的工资的 还有或者说是农民 或者说是农民工 那么这个群体 为什么会对他的 这个一个年薪六十万的 高级白领的 这么一个女学霸的 跳楼自杀 会感到非常的震惊呢 是因为他们就 我看了很多这个国内 社交媒体上发的帖子 他们就说 连你这样收入五万月薪 那还不算奖金 连你都跳楼了 那我们这些月薪 才三千块钱 连你的零头都不到的 怎么活呀 就是我看到的那个国内的 很多网上的这个这个评论 大部分的就是说 说的是这种 就是对于这种 中国社会现在最底层的 最穷苦的这个群体呢 反而这件事情 对他们的触动非常大 因为他们觉得 以前觉得自己 没有本事 没有学历 对吧 或者说是年龄大了 他们身后没有这个折大 或者说硕士学位 这些金字招牌 更没有中心这样的顶尖的 投行的工作的经历 那么所以说 他们大部分人 之前呢 可能是觉得任命了 谁让我没有读书 比如高中毕业 或者初中毕业 我就出来工作了 去工厂工作 或者是去送外卖 当外卖员 那我可不就是 活该我每个月 就挣这两三千块钱 活该我就 每天就只能工作 十几个小时 然后都没法养家糊口 但是他们现在看到了 一个人生赢家 一个妥妥的 一直以来被这个中国的主流媒体 或者主流社会认为是一个妥妥的学霸 或者说是人生赢家的 这么一个在投资银行工作的 这种让所有的人都觉得很艳羡的 这么一个职业的女性也好 男性也好 那么连她 现在都顶不住房贷的压力 跳楼了 所以说这件事情 我看到不仅仅是国内的社交媒体 热度非常的高 我昨天还在那个油管上 看到连台湾的那个电视台 都在那里报道 而且还把这个中金女自杀的 这个事情拿出来详细说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是什么点 我们把这个背景讲清楚 我今天要说的重点 不是说她 因为这个房贷的压力 跳楼的这件事情 或者说是 现在这个国内的经济 状况不是很好下行 然后很多人 有钱的没钱的 都过得不是很好 因为什么 那些亿万富翁你知道吗 他们也很苦 你看这个什么什么 不说什么许家印了 王建林了 这些了 他们过得也很苦 企业过得也很苦 然后还有很多那个 几百万级别 或者几千万级别的 那些中小企业做外贸的 他们也基本上 也干不下去了 很多很多公司都倒闭了 企业都倒闭了 然后呢 那个北北上管很多的商铺 现在旺铺招苏 你知道吗 租不出去 为什么呢 做餐饮的也不好 因为大家都没钱出来吃饭了 没钱消费了 这些我们回头有时间再讲吧 因为我今天不太想讲 这个经济问题 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要讲的是 亚死这个中金女的最后一根稻草啊 你们可以说是房贷 但我认为不是房贷的问题 也不是什么她怀孕也好 什么抑郁症也好 什么他们公司减薪也好 我觉得这些都是表象 因为什么呢 国内的媒体 还有台湾的媒体 他们都重点都放在了 这个国内现在经济下行 然后企业 或者说是这种银行 大家都减薪 包括公务员都在那里减薪 他们的重点是放在这个上面 我看到的不是 我看到的是这里面的房产泡沫 我说的不是说她和她老公去年 2023年10月份 结婚以后买的第一套新房 据说是花了1500万 然后他们首付了三四百万 然后我看到的这个网上 流传出来的这个 他们现在剩下的贷款的是1177万 每个月的还贷是5.68万 每个月的还贷金额 然后一直到30年 也就是到2053年 因为他们刚买这个房子 也就不到一年的时间 准确的说 有才9个月的时间 然后她就跳楼了 但是我看到的不是这个 我现在要从什么层面来讲 就是我如果冷血无情一点 我抛开她这条人命不谈 我现在只谈她的这个贷款 我现在要谈的就是 这个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泡沫 和这个中国现在经济 为什么会被这个房地产经济给拖垮 因为之前啊 我在我在英国 已经生活了十几二十年了 所以我在国内 现在唯一的一套房子 是全款买的 所以我也没有贷款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现在国内的房贷也好 这个这个房地产的销售也好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但是呢 我在看到这个中金女晒出来的 这个她的这个还贷 还剩下1177万的时候 我立刻意识到了 真正把她逼死的呀 并不是说这每个月的 56800块钱人民币的房贷 也不是中金公司给他们减了薪 或者是没减薪 甭管 甭管减没减了 反正今年所有的投资银行 中国国内的银行都在减薪 而且也不是金融业一个行业在减薪 这个房地产行业也在减薪 很多那个卖房子 卖房子的中介都都发不出工资来呀 拿那个底薪的话 根本都不够活的呀 对吧 他们如果卖不出房子的话 就没有那个提成嘛 所以不是这些问题 我看到的不是这些问题 我看到的是最核心的问题 是什么 为什么国内的媒体和台湾的媒体 都没有提到这一点呢 因为他们没有在欧美生活 或者说没有像我一样 在欧美在英国买房子 所以我很清楚 国外的这一套贷款的这个流程 我现在要谈的是这个 这个不是重点啊 大家往下听就知道我的意思了 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中金女 他们夫妻俩 共同的年收入在税前 是120万人民币 对吧 所以呢 当他晒出来这个贷款单的时候 这个贷款单上 这个现在还没有还清的贷款 是1177万 这都是他们两口子的年薪 120万的多少 是不是将近10倍 是不是将近10倍 所以我在看到这张贷款单的时候 我才真正的意识到中国现在房产泡沫的根本性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信贷 我不能叫他信贷宽松 而是他信贷方面的这个政策的制定是有问题的 明白吗 这个信贷政策 我觉得应该不是某一家银行 有这么大的权利来决定 你的年薪比如说是100万 我就可以贷给你1000万10倍的贷款 这不是某一家银行 比如工商银行或者人民银行 他们能够决定的 而是肯定是这个国内的 中国的这个整个的金融系统 统一的一个决策 因为所有下面的银行 工行也好 建行也好 国内各大银行的这个分支吧 他们绝对不可能有权利擅自批高于国家的掌控 这个贷款的比例 因为我可以确定的是下面这些做贷款的这些大银行 他们是自己没有办法决定能够贷多少钱 给他们的这个贷款的客户的 做这个决定的肯定是上层 也换句话说 要不然就是国内的财政部 要不然就是中国人民银行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 国内掌管所有这个银行和贷款业务 以及不仅仅是这个这个房贷 还包括什么企业贷等等的贷 各种只要是就是金融监管部门 或者说是金融决策部门定下来的这个你可以带给有卖一套房子 那么银行可以带给贷款人他的年收入的十倍的贷款 大家明白这个十倍的贷款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吗 我就告诉你啊 在英国 不管你们家庭收入是多少 那么你的所有的是交税的 交税之前的这个收入呢 最多你能够带到的就从银行带到的钱 就是你去买房子的话 比如说你去买一套100万的房子 那么银行是基于什么给你放贷呢 不是说这套房子100万 我就可以带给你90万 或者是带给你80万 他不是这么算的 银行这个计算是根据你这个贷款人的总共家庭总收入来算的 那比如说我和我老公我们夫妻俩年薪是10万英镑 打个比方啊 我们两个人打个比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英国据我所知最高最高的比例贷款比例也就是乘以4.8 没有任何一家银行在英国贷款比例会超过你家庭年收入的5倍 明白吗 所以比如说我一个人我挣了10万英镑 或者说我和我老公两个人每人年薪5万 那我们加在一起10万 最多最多我们只能从银行贷款贷到48万英镑 或者顶其了天50万英镑 所以在我们只能贷到50万英镑的前提之下 那我们要去找多少钱的房子呢 那就根据比如说我能够再加10万的首付 那我们就根据这个预算去买一套60万英镑的房子 明白吗 所以即使我们看中了一套100万英镑的房子 而且我们也认为我们可以负担这个每个月 哪怕贷款100万的这个按揭贷款 但是没有一家银行会贷这笔款给我们 明白了吧 所以欧洲也好 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 贷款的上限都是你家庭总收入的最多最多 不会超过五倍 那么这个五倍是一个什么样的限制呢 实际上就是你的我们叫affordability 就是你可承担的房贷的这个风险的这个最大的数值 明白吗 所以当欧洲也好 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或者一个白领 或者一个精力 哪怕是你首相去贷款 你最多最多也只能贷到你年薪工资 税前年薪工资年薪的五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想看 这个房价怎么可能产生泡沫呢 在这种情况下 在严格控制这个贷款的金额的情况下 房地产就很难产生泡沫 那么唯一会产生泡沫的是什么呢 就是现金买价 就是我不从银行贷款 我就有一百万现金 我就喜欢这套房子了 那我就拍下来就买了 那这个没人管你 银行也不会管 因为什么呢 你一百万现金买下了这个房子 将来这个房子如果跌 跌到了五十万英镑 或者七十万英镑 这个风险跟银行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你个人的风险 因为你是花一百万现金 买的这套房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 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工薪阶层 我年薪十万镑 但是我看中了一套一百万的房子 那么我不管我能不能够承担这个贷款 我坚持我 我喜欢这套房子 我就要买 而且我每个月的月供我还得起 你银行你就带给我七十万或者八十万 没有问题 但是没有一家银行会带给你这个钱 为什么 因为银行要计算这个风险 就是说虽然这套房子现在是一百万 但是如果有一天 这套房子它突然下跌了 跌到了七十万 那么这个时候 你从我银行已经带了七十万过去 那这个时候你还不上钱了 还不上钱以后 那是不是 那这套房子比如说拿去法拍 可能就只能拍个五十万 那银行就白白的损失了二十万 明白吗 所以银行在给你贷款的时候 在欧美啊 我说的是 银行在给你贷款的时候 它是要计算它自己的风险成本的 那么根据欧美的这一套多年 我不知道大概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那么他们多年的经验下来呢 那就是最高 最高我们贷款的金额不会超过你本人收入的五倍 年薪的五倍 这就是欧洲也好 美国也好 还有英国也好 我们通用的一个计算比例 但是现在我以前因为我在中国没有贷款买房嘛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中国的这些贷款的情况 直到我看到这个中金领的去世的这个新闻 爆出来 我一看才把我吓了一跳 所以换句话说呢 中金领买这套上海外滩黄金地段的这套房子 花了一千五百万呢 然后而且他自己还首付 他们两口子还首付了三四百万 外加装修什么的 然后贷款一千二百万 一千一百八十万 是他们两口子年薪的十倍 换句话说 是欧美标准的整整一倍 就是因为欧美欧美最多给你只能贷五倍嘛 那中国的话我可以给你贷十倍 明白吗 我可以给你贷十倍 所以大家想想看 这个泡沫的风险是多少 现在中国如果所有的房子都是按照十倍的收入比去贷款的 中国所有的房价虚高了多少 不仅仅是一倍哦 因为大家要知道 他这套房是一千五百万 对不对 一千五百万 他自己还付了百分之三十的首付 然后才是那个十倍 所以按照这个比例来算的话 数学好的同学应该就能够算出来了 我估摸着呢 现在国内的房价虚高呢 绝对不是一倍 而应该是在60到70 百分之60到70 换句话说呢 百分之60到70都是泡沫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这是我根据他中金旅这一个人贷款的那条 看到的一滴水 我就可以看到整个中国房地产的信贷 因为我确定他们银行能够给这个中金旅贷十倍的这个贷款金额的话 那么全国的银行也都是这么操作的 这就是为什么房价一涨再涨 一涨再涨 因为他没有风险限制 所以说房价就涨到了天价 大家都在说压倒这个中金旅的呢 一个是他减薪裁员 不是没有裁员 就减薪了 他们的薪水好像中金整个是普遍的减薪了百分之三十 那么算下来 这么算下来呢 他和他老公双双减薪百分之三十以后呢 他们的年收入就从一百二十万变成了 七八十万 那么七八十万呢 他们房贷每个月就将近五万七 那也差不多就是六十多万 那么还完房贷以后呢 他们剩下就几万块钱 那是肯定不够他们生活的 所以说呢 大家目前国内的大部分的媒体呢 都认为是房贷压倒了他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是他怀孕了 所以他这个情绪比较激动啊 这个这个荷尔蒙不稳定啊 抑郁症了啊 这也是其中一个说法 还有一个说法的就是 去年他跟他老公 十月份一千五百万买的房子 现在已经跌掉跌完了首付 现在已经跌到了一千一百万 都不止 可能跌到了一千万 那么所以他们的那个 三四百万的这个首付 已经打了水漂了 而他们现在背的这个房贷呢 要还三十年才能够还金 当然如果说他在他们公司 没有给他减薪 或者他跟他老公如果收入 还维持在一百二十万一年的情况下呢 他们还能继续的负担这个房贷的话呢 他们可以比如说继续还这个房贷 还五年或者十年 等到这个楼市啊 回暖 回升到一千五百万的时候呢 他还可以把这个房子卖掉 对吧 但是现在呢 他是既遭到了减薪 他还不起每个月的房贷了 要断供了 那么第二呢 房子本身就算他现在 折价卖出去 也只能卖一千万左右 都不够还他的房贷的 那么 国内媒体普遍报道的呢 就是分析的是这些问题 我这一期视频主要说的重点是什么呢 他一个人的死和一个人的房贷不重要 重要的是根据他的这个房贷的情况 我看到了中国整个金融行业 整个金融或者说是贷款企业最大的风险和问题的所在 而且也正是因为中国银行的 中国的这些银行这些贷款给给房房产贷款的这些机构 他们可以贷十倍的与你的收入的贷款金额给你 才会造成了中国现在房价天价畸形的高高在上的房价 而且这个这个领导最高领导怎么压这个房价都压不起来 什么限购了 什么什么要交多少年的社保才能够买房了 这些你明白吗 以前我们都觉得这些限购令之类的都会起作用 现在明白了吗 限购令也不起作用 因为有银行的贷款在这里 房价就是飙升 因为原价比如说50万的房子 因为能够贷到100万 所有的开发商都会把它提价到100万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现在国内 不管一线二线三线还是农村的房子 除非你是自己全款买的房子 否则的话 所有的房价都虚高至少在60%到70%以上 所以国内现在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房价 不要说是腰斩 而是膝盖斩 才能够达到它真正的这个房子本身的价值所在 因为我们国际上就是国外的话 我们都有一个就是租售比的那个计算 那么在 在比如说在英国呀美国呀 我们的租售比 就是我房租和出售这个房子的价格的这个比例在这里 那么我们的租售比一般来说都是4到8 那么香港就已经很可怕了 香港的租售比都已经是1或者2了 但是内地中国大陆的房子的租售比 连1%都没有 我真的没有夸张 尤其是北上广这种超一线大城市 不信的话大家自己去算一算 欧洲我就不说了 欧洲的租售比更高 那么英国和美国的租售比一般是在4%到8%左右 那么像在伦敦的话呢 稍微低一点 它会到4%到6%左右 那么欧洲的很多房子租售比像德国还有法国 是可以达到8%到10%以上的 那么我就不谈我的房子的租售比了 但是我所有房子的租售比都是在5%以上 这点我是可以确定的 但是国内现在所有的房子 能够达到5%的除非是那种老婆小 否则的话 只要是新修的开发商开发的楼盘 不可能没有任何一套房子 可以达到租售比4%以上 也就是跟国际接轨 国内房价的虚高不是开发商的问题 而是银行信贷的问题 这就是我今天要做的这个视频 就是这个中金女她自己虽然就是做金融的 但是在她最后临死前的最后一刻 她都不会明白真正把她逼死的是什么 好这就是我今天的视频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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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